注意看这个男人叫思南智 我媳妇单纯可爱 娇花一朵 众人哆哆嗦嗦 看着磨刀霍霍的女人 你他们也瞎了 思南智 我媳妇身胶体弱 肩不能扛手不能提 众人瑟瑟发抖 盯着身扛狙击枪的女人 我他们也瞎了 思南智以为捡了兔子 结果是头狼 此后 某人 媳妇 有人占我便宜 思太太提着镰刀砍 谁 我剁了他 某人 媳妇 有人想杀我 思太太扛着狙击枪 走 我毙了他 众人 你他们脸呢 这一摸 就跟按下他身体里的开关 李久身体瞬间软成水 李久气呼呼地瞪着他 那小眼神好似在说 你摸我干嘛 他这小眼神 思南智偏偏看懂了 他幽森道 不想被我摸 是想被我睡 臭流氓 他两样都不想选 可无路可选的情况下 李久选前者 因为被他睡太疼了 思南智第一次和女人同床共枕 也是第一次抱着女人睡 李久虽然瘦点 但也是软的 温香软玉这词 果然是为女人造的 思南智抱得太紧 李久撅着嘴 不舒服地扭了扭身体 啪 一声轻响 他圆润挺翘的屁股被打了下 不疼 但是想 李久瞪大眸子 眼底都是羞男 这 这 太羞耻了 思南智声音邪的入骨 有极具侵略性 在乱动 我睡了你 当他是柳霞慧吗 知不知道 晨起的男人聊不得 李久一张脸 如富士山的红苹果 红得能滴血 你抱得太紧了 李久红着脸 闷声道 是多 则 请什么解 胶里娇气 嘴里嫌气 思南智手上力道 却泄了几分 氧气涌入气管 李久觉得舒坦多了 陪我再睡会 思南智拥着他 闻着他身上的清香 悠悠清香还敌 心头最后一点不适 也被抚平 下河抵在他额脚 蹭了蹭 思南智舒服地合上眼 两具相拥的身躯 伴着清晨的鸟鸣 一前一后 相继熟睡过去 晨曦生气 万物复苏 屋内是一片祥和 惬意 李久一觉睡醒 大床上只剩他一人 摸了摸身边的位置 已经凉了 显然思南智早就起来了 李久没衣服穿 身上穿的都是思南智的衣服 一米七的李久 在女人里是高个 但面对一米八八的思南智 衣服穿他身上 那就是小孩偷穿大人的衣裳 不合身 刚从楼上下去 李久就看到 偌大的客厅里 堆满各式各样的女士衣服 裙子 裤子 礼服 琳琅满目 看得人眼花缭乱 李久一头乌黑 如海藻的绣发 肆意地垂落在身后 白净的脸上 净是纯真 艳丽的容貌下 给人又郁又纯的既视感 窗外阳光洒进 李久身后 蒙上一圈光韵 如坠入人间的精灵 漂亮的不像话 楼下众人见状 街市看得目瞪口呆 我滴个乖乖 这是哪来的小仙女 还是陈妈率先回神 她笑隐隐地走上前 小姐 您醒了 李久问 男哥哥呢 少爷有事出门了 哦 原来不在家呀 小姐 快来看看 这些衣服喜不喜欢 要是不喜欢 我们再换一匹 文言 李久表情呆萌 毛子微瞪 惊恶道 这些都是给我准备的 对啊 少爷说 您要是不是喜欢 就让他们再送一批新的过来 少爷虽然炸 好歹对女人还舍得花钱 李久这辈子 都没见过这么多漂亮的衣服 三年前的记忆 他没有 但这三年 在实验室里 李久是一身病服装 穿四季 唯一穿过的一条裙子 还是那个亏计他美貌的钥匙 为了掩盖他身份 让他穿的 见他表情奄奄 陈妈以为他不喜欢 手一挥 小姐不喜欢 你们换一匹新的 不用 不用 我喜欢 李久没有不喜欢 只是一时没接受过来 陈妈侧目看向品牌经理 还愣着做什么 赶紧把小姐的衣服收拾起来 是 他们这边有条不理的收拾着 陈妈转头看向李久 笑问 小姐饿不饿了 有没什么想吃的 我让厨师给您做 一听有吃的 李久眼里立马闪着光 他也说不出个菜名 昨晚的菜我还想吃 行 我这就吩咐人去做 您等会 马上就好 李久开心的点头 陈妈转头进厨房 让厨子做菜 偌大的李园 李久也没地方去 唯一感兴趣的 也只有厨房 正想进去厨房瞅瞅 却与门口进来的 年轻女人打了照面 年轻女人 五官称不上多漂亮 但胜在气质轻雅 但这份轻雅 面对李久时 眼中就只剩警惕与鄙夷 年轻女人脸一沉 美眸微瞪 是问道 你是谁 你又是谁 女人的敌意太明显 看她的眼神 也让李久不舒服 我是阿斯的未婚妻 女人高傲之色 溢于眼表 哦 李久表情不嫌不淡的 可就是这份淡漠 却让女人觉得 李久是在挑衅她 我告诉你 你这样喂钱 爬男人床的女人 我见多了 斯家可不是你这样的人 能攀上的 拿着卖身钱 立马从这里滚出去 女人目光变得凌厉 看李久的眼神 厌恶至极 李久扣着衬衣的扣子 神情依然不见波澜 心中负肥 男哥哥的眼光真差 挑的未婚妻 早晨起床都不刷牙的 李久的小动作 吸引着女人注意 察觉她身上穿的是 私男制衣服时 女人的表情 那是相当的臭 极度之色喷涌而出 她都没穿过男子的衣服 这个小贱人居然敢穿 谁让你穿阿四的衣服 脱了 李久脑袋微歪 单纯道 男哥哥呀 听到李久的称呼 女人直接气炸了 谁准你这么喊的 李久也是气死人不偿命 再来一句 男哥哥让我喊的 她可喜欢听了 从厨房出来的陈妈 正好看到 腥风血雨的画面 惊得老腿都打颤 怎么让这两女人对上了 陈妈走过来 乔小姐 你来了 脸起阴厉 乔兰转脸 又是一副高傲脸 陈妈 你怎么顾得家 不是我说你 要是让奶奶知道 你放些阿猫阿狗进来 到时候 做出伤害阿四的事 奶奶第一个不会放过你 陈妈在心底翻个大白眼 心说 还真是拿着鸡毛当令剑 你喊一声奶奶 就真拿自己是自家人 不知阿四不喜欢人碰她的东西 你还让这个女人穿阿四的衣服 你是年纪大了 记性不好 当不起这管家的责 就趁早退了 对她即便有再多的意见 陈妈也不可能反驳什么 毕竟老太太喜欢她 离久表情纯真 话语却也死人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 不仅记性不好 连耳朵都聋了 陈妈和乔兰表情皆是一变 前者是吃惊 瞧着温温弱弱的小姑娘 嘴巴这么厉害 乔兰则是震怒 李久还是第一个 敢这么嘲讽她的人 我都说是男哥哥让我穿的 你找陈妈有什么用 李久端着四一副 我很关心你的神态 身体有问题 就早点看医生 别把自己熬出大病了 气涌上头 乔兰气得脸通红 你诅咒睡 乔兰阴着脸 动手推她 结果没把她怎么整 反倒把自己弄得一辆枪 这死女人 看着瘦 劲怎么这么大 身子刚刚稳住 正要发火 于光呼的瞥见 一抹身影出现 阴沉瞬间转换为 渲染玉气 你这女人心思 怎么这么歹夺 诅咒我有病就算了 怎么等诅咒奶奶 李久和陈妈互看一眼 二人眼神对话 她是不是有病 看这样子 应该病得不轻 不过 她们很快就明白了 乔兰为什么要发病 阿思 乔兰喊得婉转又缠绵 端着是情意绵绵 思南智从拐角处走出 白衣黑裤 极简地装扮 凸显她的清冷和金贵 俊朗的五官 完美地没有一丝瑕疵 眉宇间却是凌厉 一副生人物尽之事 思南智闻声不为所动 陆行听着 却一阵恶寒 狗皮高药又来了 李久想 她们果然是未婚夫妻 变脸的速度都一样 思南智面 无表情地腻着她 你怎么来了 奶奶让我给你送补汤 乔兰眼里 满是爱慕之色 秋波盈盈 把手中的粉色保温盒递过去 满满的少女心啊 思南智没动 陆行上前接过 乔兰虽有遗憾 但也习惯 阿思 这位小姐是谁 乔兰一副委屈姿态 她一见我就羞辱我 还诅咒奶奶有病 我气不过与她争执 她还骂我脑子有问题 她太过分了 嗯 她们这对未婚夫妻 颠倒黑白的能力也一样 一样讨人厌 陈妈不在第一案发现场 不知道前因 但她能确信 李久不会说出 诅咒老太太的话 因为李久根本就不知道 老太太的存在 她刚想替李久说话 思南智宛若看智障的眼神 逆着她 目光凌练 早上出门没吃药 这话说的 不就是承认 乔兰脑子有病 话音将将落地 屋内响起呲笑 是李久 发现大家都在看自己 李久即刻捂住自己嘴 姨父 不是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样 李久说回刚刚的话 思南智要比她讨喜 李久的笑声就如巴掌 接接实实 打在乔兰脸上 又响 又疼 又丢脸 乔兰冷逆 很逆她眼 这会换李久 傲娇的抬起下额 回瞪回去 瞪什么瞪 我笑的就是你 思南智看她时 眼里不再冷然 皆是暖意 当目光忽然触及到 李久白花花的大腿 思南智脸色瞬间一沉 怎么不穿裤子 你裤子腰太粗 我穿不了 李久那双大大的眼睛 忽闪忽闪 别提多单纯 反正上衣长的能盖住大腿 又不会曝光 乔兰第一次在思南智脸上看到笑 虽然很淡 但她却扑捉到 然而 这笑却不是给她的 乔兰眸里闪过极度和英智之光 贱人 顶着一张妖艳脸 在这装什么青春 居然勾引她男人 粗也给我穿着 哦 不知道自己这双腿多诱人 下次再露腿 老子打断你的腿 李久和思南智刚要走 乔兰的声音再度响起 阿思 乔兰那渲然欲气的表情 眨着眼 委屈中带着寒情默默 你眼睛抽筋了 说这话时 李久表情尽是无辜 陈妈一张老脸都快憋不住笑 我的小姐爱 你是不是傻 这哪是抽筋 人家这是抛媚眼啊 原本抛媚眼的乔兰 这回真的变成抽筋 没了 还控制不住的 又抽了两下 看得陈妈咬着嘴 才强忍着憋住没笑 乔兰脸红了白 白两红 她想发火 但迎上思南智投来的目光 憋屈也只能往肚子咽 暖意连起 一张冰块脸对着乔兰 那表情好似在说 你怎么还在 思南智冷声 还不走 乔兰心里委屈 面上却依旧端着 我很大气 我不生气的神态 她温声柔意道 奶奶说你好久没回家看她 她很想你 让你今晚回家吃晚饭 说这话时 乔兰看李久的眼神 不知多傲慢 你爬上床又如何 还不是只有当野鸡的份 她可是奶奶认可的孙媳妇 私太太之位只会是她的 李久显然没接受到她投来的挑衅 亦或者说她根本就不在意 乔兰得意的表情还没持续几秒 现实很快被泼了一盆冷水 这盆冷水还是思南智亲手到的 露行 送客 画壁 思南智看也不看她一眼 领着李久直接进屋 闻声 乔兰脸上微变 难堪 难过 最后化为忧怨 阿思 心头愤然 乔兰迈不想追上去 将将迈出两步 就被陆行伸手挡住 乔兰能对李久和陈妈发火 可面对这个从小和思南智一起长大 且被陆奶奶当作半个孙子的陆行 她这会有再多的忧怨 也只能好声好气 陆哥 我还有话和阿思说 你让我进去 陆行面无表情地做出请的姿势 乔小姐 请 背驰咬唇 眼底闪着羞愤 乔兰站在原地 看着前方并肩立的两人 她一点也不想承认 他们背影瞧着很登对 乔兰看到偌大的客厅里堆满各式各样的衣服 全都是最新款 其中还有某大牌的还未发行的新款 那是她都还没拿到的活 却被李久嫌弃地丢在一旁 阿思居然这么宠这个贱人 一股威胁感涌上心头 压抑心口怨怒 乔兰控制着失控的表情 客气道 陆哥 奶奶还在家等着我回话 我就想问阿思晚上什么时候的 我们好提前准备 去的时候我会跟我爸说 就不用你这个外人操心 陆行的父亲是思南志外家陆家的管家 也是从小在陆家长大 乔兰俨然听出她的话外音 受伤的心被陆行再插一件 呼吸变得急促 闭眼 压下眼底力气 再睁眼 她神色如常 好 那我和奶奶在家等阿思 这次陆行没接话 依旧是一副送客的姿势 直到最后一秒 乔兰脸上都端着一副得体的笑 转身的瞬间 笑意被冷力取代 陆行 你给我等着 等我嫁入私家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屋内 思南志给李九挑了套长衣长裤 从上至下的包裹起来 看他白的发光的修长脖子 暗光闪闪 思南志有种想化身吸血鬼的架势 咬住他细脖 吸干他的血 则 明天再让人送一批高领衣过来 给你 伴随着话音 一包不知名的东西 在空中抛出一条弧度 随即精准地落在李九怀中 李九下意识地接住 表情先是一愣 再试一惊 最后是欢喜 哇 好大一包奶糖啊 李九毛子瞬间染上去洗 高兴地如三岁小孩 开心地跳起来 一下扑进思南志怀中 热情地抱着他 在他怀中上蹿下跳 南哥哥 你真好 一抹淡淡幽香 所饶在他鼻尖 是他身上的味道 这个头怀送抱 他喜欢 冷傲的面上涌上一抹笑 唇角勾起 伸手刚想回报 李九却已从他怀中退出 南哥哥 你特意给我买的 则 跑这么快 做什么 思南志不着痕迹地收回手 一副傲娇脸 路上捡的 路行在后面翻白眼 也不知是谁 让他车开了三条街 找了三家超市才买回来的 李九显然不相信 捡来的鬼话 不过也没拆穿 谢谢你 不管是捡的还是买的 他都很喜欢 门外早已没了乔兰的身影 南哥哥 他是你未婚妻 李九扒了一颗糖丢嘴里 思南志文声一愣 谁告诉你 他是我未婚妻 李九说 他自己啊 乔兰刚才那架势 像急了撒尿的小狗 给自己圈地 思南志眸中 极快地闪过厌恶和冷闭 目光落在他白嫩的脸上 眉心一动 思南志心情愉悦 勾唇 不打反问 我有未婚妻 你吃醋 吃醋 李九表情困惑道 我为什么要吃醋 不过 他既然有未婚妻 为什么要和他睡 他是不是被三了 呵 看他一副坦然 且完全没有吃味的样子 思南志自己把自己气笑 不吃醋 那就是不喜欢他 不喜欢 老子干嘛对你好 思南志眼神悠然 盯着他手里的糖 森森道 糖好吃吗 李九完全没注意到 思南志变了脸 还沉思在自己世界中 笑明你点头 好吃 下一瞬 手心一空 奶糖已转到思南志手中 李九毛子微瞪 恶然 你拿我糖做什么 思南志咬牙 去喂狗 后院的狗都知道清楚 他这个狗东西就是喂不熟 李九傻了 他又说错话了 思南志表情阴沉 冷声道 这些衣服全给我扔出去 不喜欢他 还想吃我的糖 穿我买的衣服 做梦 恰好这时 午饭做好了 佣人说可以开饭了 李九还没搭枪 思南志幽深冷冽道 饭给我全撤了 还有 都不准给他饭吃 谁敢给他做吃的 我剁了谁的手 咔嚓一声响 李九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 水汪汪的眸子 盯着思南志离去的背影 委屈巴拉的 他和他未婚妻 不止都是变脸镜 还都有病 庸人望向李九的眼神 那是满怀怜惜 经理皆是不知所措 担心自己业绩 衣服丢了 那他还能不能拿到钱 陆行满头黑线 少爷 你还真是凭本事单身 他挥挥手 让庸人和经理 继续干活 为了少爷的幸福 他这个贴心助理得 好好替他维护感情啊 陆行微笑着解释 李小姐 少爷没有未婚妻 也没有女朋友 李九狐疑 没有未婚妻 那乔兰是谁 陆行一眼就看穿他的想法 继续解释 乔小姐只是少爷外婆喜欢的一个晚辈 哦 原来是冒牌货 没有就没有 他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 还断他粮食 为什么 因为你对少爷没想法 少爷觉得没面子 两傻子想谈恋爱 这不就互相折磨吗 关键还相往友情 神女无异 这不折磨少爷 折磨谁 他又不能掀了少爷的底 这么好面的人 丢面不就是丢命吗 陆行笑道 少爷没有生你的气 是因为见到乔小姐 心情不好 少爷不喜欢他 他还一直往这跑 李久想说 我又不瞎 难道看不出 思南智在对自己撒气 为了少爷的幸福 陆行继续哄骗小姑娘 我没骗你 这已经不是少爷第一次 因为乔小姐发脾气 李久表情疑惑 不解道 这是他的家 他既然不喜欢他 可以不让他来啊 就像对待他一样 说翻脸就翻脸 说不给吃就不给吃 多霸气 多强势 陆行端着一副 你有所不知的感叹 他接着说 少爷外婆喜欢乔小姐 少爷不忍让自己外婆为难 只能忍着不痛快见乔小姐 原来不是思南智 眼光不好 是他外婆眼神有问题 陆行继续趁热打铁 李小姐 那糖是少爷特意给你买的 我们跑了好几条街才买到 买完就回家 这回都还没吃午饭 少爷还有胃病 不能挨了 一饿就胃疼 有时啊 这该丢的面子 还是必须得丢 该办的可怜也得办 听到思南智 为了给自己买糖 都没吃饭 李九瞬间自责起来 那怎么办 陆行哄又 你上去哄哄他 少爷心情一好 你也就能吃上饭了 我看今儿的罪谢 还特别肥 听到最后一句话 李九毛子瞬间一亮 则 说了半天 少爷在李小姐心中 还不抵一盘菜 为了五斗米 李九成功地被陆行哄上去 他在书房找到思南智 他背对大门而坐 书桌上放着被他拿走的奶糖 盯着那包奶糖 李九毛子泛着光 李九出现在门口的那一刻 思南智就发现了 与陆行无声不同 小东西走路 鞋子喜欢拖地 像小孩第一次穿鞋 不适应 听到靠近的声音 思南智即刻合上眼 合完他才发现不对 他闭眼干嘛 闭都闭了 也就没再睁开 哒哒急声响 李九进了书房 静止朝思南智走来 绕过身后站他面前 他发现思南智闭着双眼 男哥哥 李九甜诺的嗓音 在书房响起 思南智依旧闭眼眉洞 李九身子微轻 几缕秀发垂落在他胸口 落地的玻璃窗 阳光普照 琉璃般的黑眸 映入他俊美绝伦的脸 思南智呼吸平缓的 好似睡着一般 数秒后 李九小手在他眼前挥了挥 又低声细语一声 男哥哥 睡了吗 眼皮盖住眼中的灵练 碎发随意地搭在额前 此时的思南智 少了冷力 多了慵懒和随性 离得近 李九说话时的呼气 都从他脸上浮过 思南智鼻尖 全是他身上的幽香 感觉到他弯腰靠近 呼吸落在唇上 思南智心头 升起几分不知名的气息 然而 黑影陡然停下 下一秒 思南智突然听他低语嘟闹 长着一张勾引人的脸 不怪女人要往你身上扑 有钱 有盐 哪个女人不喜欢 这是在暗朝他招花影碟 眼前黑影消失 随后耳旁又传来 嘻嘻嘻嘻声响 听着动静 显然 是从书桌方向传来 想到被他丢弃在桌的东西 所以 他不是来哄他 而是来 偷糖的 呵 狗东西 李九冲着奶糖露出垂涎之色 这么大一包奶糖 就算少是赖客 他应该也不知道 回头偷瞄酣睡的思南智 李九似小偷一般 鬼鬼祟祟 偷偷摸摸的往裤兜里塞糖 只想往兜里塞糖的李九 完全没察觉 思南智早已睁开眼 悄无声息 你在做什么 思南智阴森悠然的嗓音 至他头顶传来 李九吓得一跳 身体一哆嗦 哗啦 桌上的奶糖全都掉地上 他不是睡着了吗 李九缓缓地转过头 迎上他森森然的表情 他呼觉屋内温度都低了 黑黑的眼珠 滴溜滴溜地转了下 忽然勾起唇角 露出左唇下方的梨窝 甜甜诺默喊道 男哥哥 以为撒娇有用 盯着他鼓鼓的裤兜 思南智似笑非笑 拿出来 一包糖 被他偷一半 他当他是瞎子 李九掩耳倒灵般 用手遮住裤兜 装傻冲愣 什么 是想让我扒了你的衣服 思南智眼神幽深威逼 李九把妆傻冲愣 贯彻到底 睁着一双无辜又清澈的毛子 硬生生转移话题 男哥哥 陆哥哥说 你有胃病 我跟你说 胃病都是饿出来的 你不能不吃饭 他说了一大段的话 思南智就听到三个词 陆哥哥 他什么时候和陆行这么亲热呢 思南智忽然觉得 胃真的开始疼了 李九巴拉巴拉继续说 陈妈让厨师做了你喜欢的醉鲜 我们去吃饭好不好 知道他有胃病 还让他吃蟹 生怕他胃病好了 男哥哥 走吧 我们下楼吃饭 李九脸上笑容满满 拉着思南智的手腕 试图往书房外走 思南智视线从他脸上 移到他白皙的细弯 毛子加身 忽然猛地回力 李九被拽的身体一亮枪 人还没站稳腰间 漠然一紧 下一瞬 整个人被思南智提起 坐在书桌台上 李九惊呼一声 双腿被撑开 思南智挤在他腿间 一手撑在他身侧 一手挑起他下额 黑毛里 皆是李九吃惊的神态 他跟李九这个 没了记忆的傻子争什么 气什么 他喜不喜欢 又有什么关系 被一个有趣的玩具 喜欢上 倒是丢的时候还麻烦 此即此 思南智目光落在 李九红润饱满的红唇 扫去脸上阴沉 笑容邪色 我确实饿了 李九美目圆瞪 他怎么有种 被恶郎注视 下一秒就要吞噬的济视版 拇指指付 来回按摩他的唇 思南智笑容深意 不过 饭前北先来点甜品 尾音落下 思南智削薄的唇 顿时含住李九的红唇 半个小时后 陆行终于是把李九 和思南智盼下来 与之前的阴郁不同 此时的思南智 浑身上下都透露着愉悦 舒畅的气息 再看李九妖艳欲低的红唇 水光炼艳的毛子 陆行只要不瞎 都能猜到 他是怎么哄的少爷 陆行对他投去夸奖的眼神 你真厉害 李九想说 他不厉害 是你家少爷 自愈能力好 会自己哄自己 他心里委屈 被抢吻就算了 还一不小心着了他的刀 裤兜的奶糖 被思南智掏个干净 太赔本了 他要多吃几碗饭补回来 刚落座 庸人就开始 陆陆续续上菜 李九将将拿起筷子 还没开始进食 就听思南智的声音 自耳侧传来 喂我 他心说 你没手吗 心里愤愤 动作却相当务实 一双筷子 两人吃 李九没有结品 但思南之友啊 陆行眸中运着诧异 不说和人 共用一双筷子 以往被那些想到贴他的女人碰一下 衣服都直接烧了 然而现在 陆行不得不对李九另眼相看 午饭结束后 陆行问 少爷 我爸来电话 问我们什么时候过去 思南智每个星期都会回路宅看望王太太 看了眼万表 下午两点 思南智说 去备车 是 思南智回房换了套衣服 出来时 看着抱着果盘吃水果的李九 走过去 撩起他的下巴 薄唇覆上 卷走他唇间的半截草莓 李九用讨仗鬼的眼神瞪着他 起身 思南智撸狗似的揉揉他脑袋 勾唇 乖乖地在家待着 与此同时 帝都某别墅区 乔兰带着满腔愤怒回到家 乔太太看着突然回家的乔兰 询问道 你怎么回来了 今天不是男子回家看望老太太的日子吗 瞧着脸色难堪的乔兰 乔太太顿了下 问 怎么呢 妈 阿斯他带女人回家了 乔兰委屈中带着嫉妒 乔太太端起面前的茶杯 戳了口花茶 不以为然道 就为这个生气 常年的保养 让四十多岁的乔太太 看起来比实际年纪小十来岁 男子这样的男人 身边有个女人不很正常 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 像思南智这样 称霸帝都的男人 没有女人他 才会奇怪 乔兰知道 他不是没见过那些攀高枝的女人 可他浑然不在意 因为思南智不喜欢他们 然而李久不同 乔兰在思南智眼中 看到了他对李久的占有欲 那是男人对女人才有的占有欲 阿思很宠他 也很在意他 乔兰咬碎了牙 眼中布满英智 乔太太拍了怕乔兰的手背 乖女儿 也花再美 他也进不了家 只能被养在外面 男子他最在意老太太 你只要把老太太哄开心 思太太这个位置 迟早都是你了 年轻时多玩玩 结婚了才知道收心 一个不入流的女人 动动手指就能收拾 值得你在这大动干活 乔兰还没说话 手机忽然响了 是陆家庸人给他打电话 告诉他思南智已经来了 乔兰眉心移动 控制好情绪 温声道 阿思一个人 庸人说 不是 少爷和陆少爷一起回的 挂了电话 乔兰一扫 隐隐郁郁的心情 重新扬起高傲的头颅 他在担心什么 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 阿思怎么可能 把他带回去见奶奶 既然碍事 除了就是 俗话说 老虎不在家 猴子称大王 吃饱喝足 无所事事的李久 心思活泛起来 有记忆的三年里 李久就一直被关在实验室里 不停被人做实验 外面的世界 他不熟悉 李久不知道自己在哪 也不知道自己多大 甚至不知道 今夕何年 尽管如此 李久也没想过 一直待在思南智者 已经被人囚禁过三年 他不想换个地 再被囚禁 在他眼中 思南智和实验室那些神经病 有得一比 对他一会好 一会凶 跟舒静一样 一会一个脸 他也怕思南智 发现自己百股不清 突然改变注意 和实验室的人一样 所以 他还是得逃 不过 如果要离开 李久就必须得先了解外面的情况 因此 李久把注意打到陈妈身上 陈妈 你去哪 陈妈笑着回复 小姐 我出去采购 你有什么需要可以告诉我 我给你买回来 李久笑容无害又单纯 带着期许道 陈妈 我能和你一起去吗 这 闻声 陈妈一时犹豫了 李久撒娇卖萌道 我不乱跑 就是在家太无聊了 这里我又没认识的人 想着跟你出去放放风 漂亮的事物 往往都会惹人喜欢 李久乖巧可爱的模样 就连陈妈都想宠他 最后在李久软磨硬泡下 一时心软答应了 李久四号起宝宝一般 头探窗外 一路看 一路记 途中锁走路线 四打印记一般 全部印在脑海中 李久惊喜地发现 自己这是有过目不忘的本事 他现在待的黎原处在半山腰上 出行必须靠车 四周防卫也挺严 果然 这里是另一个牢笼 如若想要安全无恙地离开 李久就得提前好好谋划 红绿灯路口 车子停下 前方大厦上超大液晶屏幕 正放着女明星走电影节的视频 而这女明星不是别人 正是才见过面里乔兰 和他一起走的 还有一个男人 这男人则是 思南志 乔对着窗外发呆的李久 陈妈疑问 小姐 你在看什么 男哥哥 李久指着前方的夜晶屏幕 陈妈寻声看去 好家伙 这画面够刺激的 屏幕上正好卡在乔兰挽着思南志的手臂 前者笑得一脸幸福 妥妥的热恋中的女人样 外人接转 乔兰是思南志家公认的孙媳妇 未来的思太太 而乔兰之所以能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 也是得窥思南志的保驾护航 就如今的三脚链关系 陈妈都忍不住唾弃少爷一番 这男人果然没一个本分的 明明已经有了未婚妻 却还在外面玩女人 玩就算了 还挑一个不计时的单纯女孩 陈妈看李久时 眼里皆是怜悯 唉 可怜的女娃娃 我女神真是太美了 我酸了 女神不仅人美 心善 家世好 还有这么优秀的未婚夫 我要有女神一半的人生 此生无憾 车外两名学生装的女生 一脸幸福又羡慕地看着屏幕讨论着 文生 李久心中哼紧 年纪不大 眼睛倒瞎 人美 还没她好看 心善 一看就不像好人 至于未婚夫 陆哥哥明明说了她和四男子没关系 恰好绿灯亮了 陈妈赶紧一脚踩在油门上 车子蹭得驶出去 他们来到大卖场 李久先下车 小姐 你在这等会 我停好车就来 李久汉手 好 第一次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李久闭眼深深吸一口 天气正好 阳光明媚 就连空气都是甜的 明亮的黑眸如探索新事物 环顾四周景象 视线落在某电线杆上时 李久目光停顿几秒 下一瞬 李久迈步走了过去 电线杆上面贴了好多小广告 招聘的 房屋出租的 开锁的等等 一堆小广告中 李久却一眼就看到 甲政办理的卡片上 他想离开这里 离开四男子 可不管坐车 还是坐飞机 都得要身份证 然而 他现在是黑户 李久摘了广告卡片 静止揣兜里 转身的瞬间 李久发现自己身后站着一男人 他当即露出警惕的神情 连连往后退 男人戴着金丝眼镜 梳着后背头 模样斯文 端着是一副衣冠楚楚的样 看到李久露出防备 男人连忙竖起双手 笑得那叫一个和蔼可亲 美女 别紧张 我不是坏人 我是心语娱乐的经纪人 我叫阿科 这是我的名片 说话间 男人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李久 李久没接 那双琉璃般的黑眸 成满警觉 他从车上下来的瞬间 阿科就被他吸引住 做星探这么多年 他见过太多美女 唯独没见过李久这般纯天然 无雕刻 即妖娆与清纯于一身的女人 有物 只要牵下她 她绝对能把她打造成名日之星 待她登顶 美女 我真不是坏人 星语您应该听过吧 我们公司 星语是帝都最大的娱乐公司 集结了娱乐圈 所有一线大腕 只要怀揣着明星梦的人 那个不渴望能进星语 即便没有明星梦的人 他们所追的明星 也一大半是星语制造 就在男人自吹之时 李久直接打断了她的话 没听过 我妈 文生 男人一副惊吞鸡蛋的样 没听过 男人还想继续说 陈妈正好出现 看到李久面前的男人 她着实惊了下 要因为她把李久带出来 而让李久被别的男人给勾走 少爷估计要废了她 小姐 文生 台谋 李久不再搭理男人 迈步朝陈妈走去 陈妈一把拉住李久的手 护独自似的把人拉到身边 狠狠瞪了想要追来的男人 呵斥道 离我家小姐远点 要不然 我报警抓你 男人倒是想开口解释 陈妈却不给她这个机会 牵着李久直接走了 就连名片都没能送出去 直到身后 不见男人的身影 陈妈才开口 小姐 以后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说话 他们都不是好人 特别是男人 李久关注不在着 反而问了句 陈妈 当明星 是不是有很多钱 陈妈感叹 可不是吗 他们一天的薪酬 比我们普通人一年的工资还多 来钱还快 看着李久 这张美艳的脸 陈妈暗叹 小姐要是进军娱乐圈 那绝对大杀四方 不过 少爷绝对不会答应 这么好赚钱 好可惜啊 因为实验室的人 他却不能抛头露面 赚这份钱 他们在卖场采购 李久享受着外面的自由 而回陈家探亲的思南志 却坐上了回李园的车 早早地返程 思南志还打包了从陈家带回的甜食 准备给小东西品尝 可当他拎着甜品回到梨园 偌大的梨园居然没有李久身影 人跑了 思南志俊逸的脸上风雨俱来 周身散发着浓郁的寒意 刺西伯利亚的寒流 寒冷刺骨 眼如冷刀 人呐 你们就是这样守的家 人跑了 你们都不知道 我养你们这群废物有什么用 保镖们一个个静若寒蝉 欲哭无泪 家他们守得很好 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 但人什么时候跑的 他们还真不知道啊 少爷 李小姐没有身份证明 这里离市区远 应该跑不了多远 看着一群大气不敢出的保镖 也只有陆行能顶着压力上前 他们离家已经有三个多小时 一个人存心想跑 其实也很容易跑 陆行这会只能在心里祈祷 最好能把李久找回来 要不然 思南智阴沉着脸 冷眼腻着他 冷然道 那你现在还在这说什么废话 还不快给我去找 是 狗东西 别让他找到 找回来 他一定打断他的腿 用铁链锁住他 李久完全没有危机袭来的感知 正美滋滋地吃着陈妈 给他买的小灵嘴 不知道多开心 五分钟过去 思南智询问一遍 没找到 十分钟过去 思南智又问一遍 还是没找到 废物 全他妈是废物 思南智狠狠砸了手边价值千斤的古董陶瓷 陆行摸着鹅脚的冷汗 不停地掉监控 直到乔见陈妈开车出离园 画面暂停 陆行匆匆忙忙赶来 少爷 人找到了 在哪 思南智黑毛泛了 陆行拿着平板走来 厨房采购开车 把李小姐带出去了 保镖们一个个冷汗直冒 娘的 人还真是从他们眼皮子低下溜走的 思南智嗓音冷地刺骨 把厨房的人叫出来 厨师包括帮佣 四个人 并排站 全都瑟瑟发抖 思南智还没发问 胆小的女佣哭丧道 少爷 采购的活一直都是陈妈主导 我们真不知道陈妈会拐走小姐 和我没关系啊 哭得心烦 思南智拧着眉 暴躁道 闭嘴 女佣吓得立马进口不言 给她打电话 这个她 显然是带走李久的陈妈 陆行拨通电话打过去 电话传来 宁波的电话已关机 请稍后再播 伴随着语音 陆行的心也跟着咯噔一下 少爷 电话关机了 陆行心里也开始骂娘 这都是什么事 好 好的很 一天的时间 狗东西就知道游睡人 给她当帮凶 思南智的表情阴郁 咬着牙 去掉监控 看她车开去哪了 不把人找回来 你们也丢一起消失 想逃 做梦 她思南智看上的东西 没有她的允许 就算挖地三尺 她都会把人找出来 是 少爷 陆行 才将将迈出两步 门外的保镖 急冲冲地跑进来 少爷 回来了 李小姐她回来了 保镖的这句话 是急时雨 也是雪中送炭 浇吸了思南智的怒火 也温暖众人身上的寒意 大家那颗掉起的心 也都落了下来 回来了好啊 回来了 他们就没事了 陈妈把车开进仓库 正要叫人来运火 刚从车里下来 就被保镖架着 往屋内走 你们干嘛 陈妈惊声道 这架势也把李九惊住了 没等她开口 另一名保镖 顶着一张面无表情的脸 陈生 李小姐 少爷在等你 李九面露疑惑 脚步也就落了三四步的差距 等李九迈步进入客厅时 便看到屋内站着不少人 而陈妈则被人强制压着 双膝跪地 面对思南智 脚步一顿 李九眸子微缩 而后她听到思南智开口 脚儿 我是不是说了 你要赶跑 我就抽干你的血 看来警告 对你是没用 陈行 去把银铁链拿来 陈行眸子微脸 眼闪错愕 撇去话语内容的很厉 看他时 思南智俊朗的面庞上 带着笑 无毒无害 好似在等老婆归家的好丈夫 然而 他却笑不打眼 李九感受到 他身上散发出的寒意 冷得刺骨 凉得透心 李九的小心脏 都跟着颤了颤 喉咙也好似被人掐住 根本发不了声 不敢进 也不敢退 此时陆行也不敢触眉头 深深地看了眼李九 只能老实地去拿铁链 思南智促然起身 鞋底踩在光阴的地面 发出沉闷的声响 一下 一下 敲打他心头 铺天盖地的压迫感 席卷来 李九想逃 可脚掌似被钉了钉子 让他无法动弹 思南智站定在陈妈面前 表情阴沉而凌冽 冷声道 看来是我对你们太好了 忘了思家的规矩 既然敢带着我的人跑路 陈妈睁大了双眼 眼中皆是巨异 他想辩解 他没有要拐李九 他只是带着李九 出门去采购 怎么就变成邪人潜逃 不是 他没有 可从近来开始 陈妈就已经被五花大绑 嘴巴被封 思南智居高临下屁腻他 与他而言 陈妈就如蝼蚁般存在 捏死他轻而易举 不是喜欢跑吗 把他腿给我打断了 我看他还怎么跑 思南智四变太一般 一点一点催磨陈妈 如树叶落地 悄无声息 偏偏震人心神 嗯嗯无 不要 陈妈吓得老驱发抖 不停求饶 咔嚓一声响 嗯 一声闷哼的惨叫 陈妈左腿折了 李九层的睁大双眸 看向如恶魔般的思南智 惊得顿时平住呼吸 小脸瞬间煞白 思南智 这不是在断陈妈的腿 而是断她的路 她在杀鸡紧猴 她在警告她 再逃 下一个就是她 陈妈年纪不小了 乃受得了这般折磨 思南智没喊停 保镖准备去折陈妈另一条腿 李九心中有怒 有愤 也有倔 但看到面色苍白的陈妈 在保镖挥棍准备断另一条腿时 李九想也不想地扑过去 以身护主陈妈 大喊 不要 惯例之下 保镖根本来不及收回木棍 即使泄了一半的力 木棍落下时 李九依然疼得大喊出声 啊 响声刚起 忽然一道黑影闪过 碰 灰棍的保镖瞬间被思南智一脚踹飞 手臂呼得一紧 下一瞬 李九整个人被提起来 入目的是思南智阴冷而观忧的神情 怒不可耐的低吼 狗东西 谁他们准你这样做的 他身体的每一寸都属于他 他怎么可以私自让自己受伤 思南智撩起他衣服 雪白的后背 赫然出现一道碍眼的红痕 他眸中力气更加浓郁 李九衣服被撩起的瞬间 屋内所有人蹭的一下 立马避开视线 乖乖 这可不是他们能看的 少爷你想挖我们的眼就直说 用不着这样做 木棍挥落在李九身上 火辣辣 好疼 生理反应 水雾请客 站满双眸 李九人都站不稳 抓着思南智衣袖 眼泪婆娑的求情 不要打了 我没逃 我真的没逃 即便无比想逃离 此时他也不敢刺激思南智 他就是个神经病 再刺激 思南智说不定会要了陈妈的命 他不能因为自己而连累陈妈 南哥哥 你放过陈妈好不好 李九哭得是梨花带雨 楚楚可怜 挺巧的鼻尖染着粉色 思南智黑眸泛着星红 狠狠地瞪着李九 他能感受到李九的身体 在他手心颤抖 思南智的眼神太过吓人了 李九被他盯得头皮发麻 无奈 怕他再抽风 只能故意装柔弱 南哥哥 我背好疼 这会知道疼呢 扑上去的时候 难道就不知道疼 狗东西 思南智表情不悦 动作且粗暴 一把将人扯过 下一秒 李九头朝下 如麻袋似的被思南智扛在肩上 头冲下 血液瞬间往头顶涌 一张立马战红 回神后 李九随即开始挣扎 你放开我 啪的一声 思南智挥手拍打李九屁股 冷身危险 在他们的乱动 老子要了他的命 这个他不用质疑 也知道说的是陈妈 话音刚落 李九即刻老实了 少爷 陆行刚把铁链拿来 就看到这样的阴幕 手中的链子 也不知道该不该给出去 自作主张地 把链子藏在身后 显然陆行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此时的思南智 哪还记得榜人的事 一心关注李九身上的伤 把唐池叫来 画壁 思南智扛着李九上楼 饶饰没断双腿 陈妈也是疼得白眼直翻 陆行看着屋内状况 简单了解下情况 瞧着软瘫在地的陈妈 她在心中叹息 她吩咐人给陈妈解绑 嘴巴解封的瞬间 陈妈一边喘着粗气 一边解释道 陆助理 你帮我跟少爷解释下 我真不是要带小姐跑路 我也没这个胆啊 是小姐说 在家无聊 我才顺便带她出去透透风 这一路 除了大卖场 我们没去其他地方 陈妈心里苦啊 谁知道少爷这次这么早回来 要不解释清楚 她怕自己不仅断了腿 还要丢了工作 陆行问 不跑你手机关机 做什么 陈妈哭丧着脸 今天出门手机忘充电 谁能想到 手机没电的这个小时 会出这么大的事 真他们无巧不成书 她这句完了 把他们累得够呛 望着二楼某处 陆行说 我知道了 让人先送你去医院看腿 说完 陆行去研究室 把唐翅拽出来 二楼 卧室 思南智把人翻倒在床上 李九趴在床上 她想起来 思南智却一手按住她的肩 冷言呵斥 不准动 而后她只觉后背一凉 随即传来衣服撕裂的声音 这衣服难道是只做的 这么脆 对 你干嘛 当着男人光我后背的事 李九是第一次做的 不适应地扭着身体 干 你 思南智一字一顿 粗俗而暴力 不适应地扭着身体 不适应地扭着身体 飞拥不适应地扭着身体 不适应地扭着身体